中共中央5月20日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五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 重点研究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并做出决定 这是从新征程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式新任务出发考虑的 目的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 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谋划和部署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 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理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 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 制工党中央主席蒋作军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伍维华 台盟中央主席苏辉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 五党派人士代表朴士龙先后发言 他们对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稿 表示完全赞同 一致认为 这科学谋划了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 明确了新的历史起点 新的历史方位上改革的指导思想 目标原则和重点任务等 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实践意义和时代意义 并就激发经济活力 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发展新制生产力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破解人才培养机制性障碍 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 科技金融体系 推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协同创新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等 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首先介绍了中共中央 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研究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考虑 和文件起草有关情况 他指出发扬民主 集思广义 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 是中共中央研究重大问题 制定重要会议文件的一贯做法 和优良传统 去年12月 中共中央委托中央统战部 专门征求了党外人士 对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有关议题的意见和建议 大家围绕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的实践经验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 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 各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 重大举措 发挥党外人士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 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大家在刚才发言中提出了 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将认真研究希娜 她代表中共中央 向大家表示感谢 习近平强调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要直面问题 强化问题意识 突出问题导向 围绕发展所需 顺应民心所向 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 读点问题 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热点问题 民生方面的难点问题 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 各领域的风险问题 增强改革的针对性 时效性 坚持标本监制 重在治本 既要继续在全面上下功夫 使改革举措 全面覆盖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又要持续在深化上用实进 突出经济体制这个重点 着力破除深层次 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 习近平指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必须增进共识 要充分调动全党 全国人民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心往一处想 劲儿往一处使 大兴调查研究 走好群众路线 问虚问济于民 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 注重从老百姓 极难筹判中 找准改革发力点和突破口 增强群众获得感 认同度 坚持发扬民主 集思广义 增强改革决策 科学性和改革落实 执行力 习近平强调 谋划和推进改革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全局观念 强化战略思维 辩证思维 分轻重缓急 更加注重系统集成 要加强改革举措 协调配套 推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举措 同向发力 增强整体效能 相关地方 相关部门 相关领域 要形成推进改革的合力 坚决防止和克服 各行其事 相互撤肘 习近平指出 改革要重视谋划 更要抓好落实 要发扬钉钉子精神 树立和践行 正确政绩观 查实情 出实招 求实效 坚决防止和克服 形式主义 切记搞徒有其表的 形象工程 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 制定好实施方案 做到精准视测 适时适度 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切记脱离实际 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 注重先力后破 不能为力先破 加强组织领导 压紧压实责任 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改革落实能力和水平 确保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 见到实效 李干杰 李书磊 李鸿忠 何立峰 张国卿 陈文青 王小红 慕红 中共中央国务院 有关部门负责人 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 还有绍红 何报祥 王光谦 秦伯永 朱永新 杨振 何张恩迪 江丽平 方光华 杨华勇等